我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小時候我就會希望是高大威猛、英俊 但長大後心態就不同了 現在我覺得外表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對我好、溫柔、體貼 最重要是孝順家人 因為我覺得一個男生孝順家人 是證明他才是一個乖子 而且最重要是有上進心 因為如果男生沒有上進心 很難令一個女生覺得他可以依靠 而且最重要是專一 這個一定很重要 因為男生花心是大忌 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我覺得最重要是乖 而且最重要是細心對我好 已經很足夠 好了,聖誕快到了 有很多朋友都想藉著我們 說他們的留言 好,好像藉著我們說留言 好,由我決定 今集不如我們輪流每人讀一段留言 這麼多口都適合你 因為有很多訊息 不如我先來 他是阿餅仔 他說 Maggie 今年是我們一起歡度聖誕的 第四聖誕 第四次… 現在是第四次,很厲害 希望將來每年都可以和你一起慶祝 聖誕快樂 我愛你 對 我的感情很甜,好 好,接著這位朋友叫Fion 他說有兩個朋友都在平安夜生日 分別是Angus和Vinnie 在這裡祝他們兩個生日快樂 開開心心 提醒他們除了收生日禮物之外 還要記得買聖誕禮物給他 聖誕快樂 聖兒就在這裡留言給德偉 說多謝他一直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 讓他感受到愛情的滋味 他知道自己脾氣不好 德偉都依然遷就他 所以他想趁著聖誕節公開說聲 聖誕快樂和I love you 好,到我了 最後這位叫恩子 他說兩位美女主持 還有各位型男傻女嘉賓 祝你們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2009年每一天都過得這麼精彩 永遠支持愛情研究院 謝謝大家 那大家有甚麼心意 有甚麼訊息 想借你的機會和你們的親朋即友 至愛或者特別的人說一下 我每一個朋友都是 聖誕快樂和聖誕快樂 2008年經濟大受挫支 希望2009年帶給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希望聖誕快樂 我希望你們如果單身 可以找到他的心意的兩款 或者藉著聖誕子的機會 我們就跟他們表白了 我覺得特別是我們做這一行 通常很多時候大家都要工作 即是用工作去度聖誕 那大家都不要懶 其實一個訊息或者一個電話 跟自己關心的人 改一聲聖誕快樂 已經很足夠了 那這件事希望大家個個都會做 那我就會 今年我就會希望和家人 雖然都要在工作度過 但我都會和他們過 因為以前小時候 可能不太懂得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就覺得聖誕自己是和朋友出去玩的 但當我長大了出來工作 才發現家人才最疼自己的 所以我也希望家人和家人說 聖誕快樂 祝他們身體健康 是否會做到 今年我就慘了 因為每年聖誕期間 我都會去一個長期 去遠一點的旅行 其實連續都是 今年我覺得我的事業心很強 我真的 以前我只是一次比一次短 打算聖誕多頒獎 多東西都留在這裡 這次我只會去都不去 我留在這裡 希望快點過聖誕 新年都不希望我們過 我就可以快點去到我的旅行 當然家人一定要身體健康 就是這麼多 我希望大家先聖誕快樂 還有最重要是和家人覺得開心 和朋友或喜歡的人都覺得很開心 還有最重要是每天都開開心心地過 嬸嬸要開開心 就是不要開開心心地過 還有最重要是珍惜你的每一天 好,謝謝嬸嬸 不如這樣吧 既然說到聖誕 真的會到聖誕節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當然是聖誕大餐、佈置裝飾 但說到聖誕有關的歌曲有很多 而且你到處都聽到的 商場或任何地方都會有 大家有甚麼聖誕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立即嘗嘗 立即作一首,是嗎 我真的作了一半 真的? 拿兩句來聽 剛才一直在想唱甚麼歌 讀家試聽 《Last Christmas》這首歌 我想很多人認識 但我也相信很多人認識其中一句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我想到下一段 是嗎? 是嗎? 《This Christmas》 你給了我你的心 我明白嗎? 對 但你是否 我給了它 我給了它 特別的 對 你給了它 我給了它 是我的 對 好 甜了 這首歌 很漂亮 對 這首是否想跟我們分享 這首聖誕歌 沒錯 是 會不會在你的下一張唱片 聽得到嗎? 會 亂許承龍鏡 好,到我Elaine了 我選一首Eason 我唱幾句 就是《Lonely Christmas》 好,我唱吧 雖然今天有點名字 但也不要緊 對 好 Merry,Merry Christmas Lonely,Lonely Christmas 人我總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聽聽笑話 Lonely,Lonely Christmas Merry,Merry Christmas Lonely Christmas 王道奔夫聲不過一殺 對 叫人的執生 就是 是很鎮定的 仿如是沒事的 OK 搞定 Angel呢? 我選了一首歌 就是《許智我日》 今年活聖誕 平日聖誕 這麼仇 平日聖誕很開心 但聽到這首歌 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說 那個女生本身有條頸巾 然後男生說他很喜歡 那條頸巾 但之後他就發現 另外一個男生戴著那條頸巾 然後 這個情況我試過 真的嗎? 我路扔頸巾 現在很生氣 我現在很生氣 我發現我的回憶 我這陣路扔頸巾 然後就扔在那裡 很生氣 然後他就覺得 然後他有一句 他有一句就是 他有一句就是 說外雜巾 過了新年都未覺懶 就是因為他見到別人 但除了他那條頸巾 他就覺得 好像很孤單 很慘 所以他就不會覺得 已經 我這首歌就很開心 是楊千華的聖誕禮物 其中有幾句 他就這樣 快到聖誕 有個聖誕 按照歌聲 配合形象 戴著小禮物 將簽誓情懷逐點分 他就很開心 他就說 其實送禮物 小禮物 可以帶到一個 可能有情 或者很重的情意 在裡面 其實無論是什麼 但其實他的意義很重大 本來我想說 黑群那首聖誕節分手節 但我覺得不應該這麼慘 不應該這麼慘 所以我決定選擇 一首很經典的聖誕歌 這首厲害 叫做Cookie聖誕歌 就是當年 叫做當年 是一個超強的 青春少女組 青春無敵 勁爆人氣 九位女成員的組合 當年就叫做Cookie 那怎麼唱這首歌 聽著 上過開心聖誕 若然要有聖誕歌 開罐頭聽到艷成 我去唱首好過 這首歌真的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是方便 而且這麼多年 聖誕歌都是那些 那首的Cookie聖誕歌 簡直是可以集好很多首的 經典歌於一身 但又有這個廣東詞 每次聽聽 我都很親切 很開心 而且這首歌 真的很開心 我自己也很喜歡 其實這首歌是很適合聖誕節 因為是有六分鐘的 對 一首歌是六分鐘的 所以DJ播放的時候可以去廁所 可以做一些他要做的事 然後就一條回到 對 又很認節 對 聖誕歌我們分享完了 不過這個時候 我們暫時把嘉賓放在這裡 你們慢慢聊聊 因為是時候我和Micky去找Lilith 看到我們的嘉賓在這裡 我們看到塔羅尖聲專家Lilith Lilith 我們今天要說什麼座 天蠍座 天蠍座 一聽就… 通常他們的特性是怎樣的 十美 對,十美 而且是很性感的星座 基本上天蠍座是水象星座 它的主宰星是冥王星 為何天蠍座被人感覺這麼可怕 因為它很出名就是黑白分明 而且它是那種復仇心很強的 其實重點它是代表火鳳王 是重新的意思 因為它的主宰星 冥王星是一個殺手 它會摧毀你的事業 或者破壞你的感情之後 等你再重新來過 如果能夠做得到就會好 很強 但怎樣可以摸通他們的底牌 實際上說是神秘神秘 但我不相信有些東西可以 真是…逃不破綻 有哪些地方可以知道你有古怪 其實你也問得不錯 因為其實天蠍座本身經常不說話 個人有很多神秘的東西不讓人知道 他就好像很僵硬 其實在2009年現在重點 就是他們需要多些變化和變數 這是他們最大的挑戰 真正最大的難度就是挑戰自己 如果他們在工作上能夠多些創意 發揮得好一點的話 基本上那個事業就會好很多 譬如在人際方面 他們一向是社交 或者跟別人相處 混淆的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所以如果他可以肯變化一下 跟別人玩多些 天蠍座如果是活潑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走出自己的困局 在2009年來講 那有沒有說我們其他星座 怎樣跟天蠍座溝通呢 如果真的想幫天蠍座的朋友的話 當然連他玩多些 讓他思想方面彈性一點 多些創意 帶他玩一些可能創意的遊戲 或者藝術等等 所以你一個人變得彈性一點 其實他整個運動都會更順 如果你說不是, 他是我的敵人 基本上你去騰騰他 去投資一些很短線 和起伏很大的那些 其實是不適宜的 因為天蠍座的朋友 基本上最適宜在2009年投資 就是一些很長線、很穩陣的 例如房地產那些 想買一間房子 反而天蠍座 如果想置業就可以了 會害他, 加息, 前一陣子 因為如果他是長線的話 他就可以了 可能你說一、兩年之間 還有一些動動很害怕, 不用擔心 再之後他看盡那間房子 基本上由於是長線或自住 始終會升 最重要是感情, 天蠍座 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這種人 很多 天蠍座有朋友 說起來就生氣 繼續吧 好, 好, 天蠍座有朋友 2009年他們的感情生活 的確會比較小心 要一起工作的愛女 基本上磨擦會特別多 他們的土星和天蠍座 這些星球的互相引力影響之下 他們很容易有磨擦 反而和男朋友、女朋友 反而見少一點 跟你們男朋友、女朋友 感情就可以穩定很多 那2009年天蠍座有什麼運程呢 其實如果他整體來說 是不是算是很幸運呢 其實屬於一半 但只要他可以發揮自己 多一點自己的魅力、光彩方面 其實2009年去事業那裡都不錯 因為之前2007年、2008年 他們都開始比較好 有什麼星座可以扶持他 如果這樣說 譬如多一點變化 譬如可以認識新的人際關係 事實是2009年 可能認識一些 就是剛才所說的 水瓶座也可以 獅子座也可以 因為都是比較玩得 反而很老套 譬如山羊座, 金茂座 那天蠍座有朋友要有空 多一點看我的情形 遠遠都能幫到你們 是 麻煩你了 謝謝